再来要看到台北市一名男子穿着疑似移民署的公务背心 上头还印着副署长三个字 凌晨的时候在万华区遭修理车撞上当场昏迷 警销货报非常紧张 感到了现场一查发现 这个男子不但喝醉酒 而且根本不是移民署的官员 他不但有窃盗还有赌博前科 在六年前甚至还冒充过 吕秀莲办公室的工作人员 拎着酒瓶摇摇晃晃 男子走在斑马县看都不看浩志 违规穿越马路 秀旅车开过来来不及刹车 当场把人撞飞 下车一看男子头部流血倒在地上 一动也不动 他身穿移民署背心 上面还有副署长关闲 这项事情大条了 除了赶快报警 驾驶也先帮忙急救 等救护人员到场接手 车货地点就在台北市万华区 秀旅车挡风玻璃撞到几乎半毁 地上还有破碎酒瓶 警方迅速到场处理 因为当时万华分局和移民署 还有宪兵队等单位 正在西昌街一带执行扫黄专案 和车货地点只隔了不到600公尺 受伤男子穿着移民署背心 让人一度以为是移民署官员 后来一查发现根本就是假的 公然冒用公务员服事 徽章或冠写者 处15000元以下罚金 移民署也发声明澄清 男子并非相关人员 而这名男子还有窃盗和赌博前科 黑历史跟着曝光 六年前就开始印假名片 冒充呂秀莲办公室工作人员 这回穿移民署背心似乎打算招摇撞骗 却因违规穿越马路遭撞 先进医院再进警局 记者梁子越班王家 陈维纯台北采访报导